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够远 今天是第29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接收函数的错误是这样 够员中 它通过接收函数的错误 来判断函数执行的是否成功 像Java这种语言 它是通过抛例外的方式 当然说这两种错误处理方式 都有长处和短处 够员中 其实给咱们提供的是 通过返回值的判断 来判断函数是否执行成功 这个非常的类似于 C语言C++的编程的方式 我也是极力的推荐 好不好 那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在调用够员函数时 同时还可以接收函数的错误 其实是这样 当做这期课件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够员的好多特性 非常类似于Swift 有机会我会给您做做 他们俩这样的比较 其实在函数返回值 错误接收方面 我觉得和Swift 就有异曲通工的地方 好 那咱们先找去 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我还是给您采用编码的方式 讲解一下 咱们如何捕捉返回的错误 是这样 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对吧 不管您是哪种语言 都有一个非常常用的类型转换 就是说 由字符形转换成竖直形 对吧 像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学c元 经常用的都是这种转换 其实在构元中 跟c元变成真的是太相像 它也是有类似的转换函数 今天咱们就试一试 好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变量 叫做strain型的A值 好不好 它是一个strain型 咱们给个初始值 比如说 25对吧 永远的25岁 对吧 然后咱们再定义一个int的A值 它是数值型的年龄 对不对 然后咱们可以让它等于一个strain 这个是做一个转换A2I 如果您有c元编程经验的话 您对于A2I函数是非常的不陌生 对吧 又是老朋友相见了 好 咱们就是一个A2I 然后传入这个strainA值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咱们的strain型 转换成数值型 但是 这个地方要跟您说一下 它这个地方 还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返回值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咱们这个A2I函数 转换失败的时候 它会给错误的地方 负上值 让咱们知道 这个转换处理没成功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对这个错误返回值 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比如说这个错误 不等于Nail Nail什么 就是空吗 没有吗 如果它不等于Nail 说明咱们转换失败 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报一个错误 叫什么 叫做这个 出错了 类型没转换 对 好吧 这是小马说法方式 然后如果 它没报错 没报错 说明什么 说明转换成功了 对不对 稍等 我在地方再把这个AIR输出一下 OK 如果它没有报错 也就是说 它里面是空 那么怎么办 咱们认为转换成功 我就打印出一个PRNT 然后这敲上 永远的 永远的 25岁 好不好 25岁是人 这个人生最 怎么最黄金的年龄啊 有人说是18岁 我认为是25岁 好 这是给你送个盘 好 大家请看 咱们传了一个strand型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转换 转换了之后 咱们会判断 你转换是否成功啊 如果没成功 咱们报呢 出错了 类型没转换 对 然后呢 把AIR输出 如果成功的话呢 会打印出来 永远的25岁 好不好 咱们就试试啊 运行这段代码 看结果 Let's go go run man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永远的25岁 转换成功了吗 对不对 如果这个地方 咱们改成 ABC 这肯定转换 一定失败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再看啊 go 大家请看 类型没有转换 对 对吧 构言呢 通过这种返回值的方式 让咱们来 判断 函数的执行 是否成功 它不用抛例外的方式 我认为 我是愿意接受 这种方式的 为什么呢 第一 非常像C 我也非常喜欢C语言的写法 第二呢 抛例外的方式 我个人认为啊 增加了代码的量 增加了代码的复杂度 同时增加代码 好多缩进的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两种方式呢 熟悠熟略 咱们暂且不惧评论 go 言的这种 错误反应方式呢 我认为 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可以接受的方式 我也愿意使用它 进行咱们的 今后的业务逻辑的开发 好不好 今天呢 就做一个视频 把这个质点呢 分享给大家 咱们呢 通过接收 函数 错误值的方式 来判断 函数 执行 是否成功 您在设计今后 您自己的API的时候 也完全可以采用 这种方式 当然 也可以采用前几期 我给您介绍过的 抛例外的方式 都是没有问题 好不好 这是咱们一个最基础的语法结构 您呢 了解就可以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去下载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